我是九山啊大家好我是九山 为什么托着火热飞翔 却又炊得让他慌张 你问你 为什么自由满目生长 却也是通他的一生 浙江卫视太牛了 杨迪 李诞 金晋 齐聚奔跑吧第八期 周深 杨迪 金晋 这几位在一起录节目 我可太期待了 要说平常 他们之中来一个就能为一档综艺锦上添花了 这次他们一起来 很明显节目组是要放大招了 西亿 杨迪模仿西亿 有两个奖杯 有两个奖杯是吗 平分秋算 这是一种文化 周深 白露 哈喽 白露这儿 哈喽 周深 周深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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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青春环游记》的小伙伴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杨迪和周深的双胞胎组合呢 想当初两人在一起时 场面那叫一个欢乐 不仅时时斗嘴 在猜歌环节疯狂抢题 可是乐坏了一众观众们 两人甚至还能为一首歌大打出手 那画面真是有被笑到 所以说两人节目互怼的厉害 新歌 因为我自己录的歌有点多 很开心能够录到很多歌曲给大家听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准备专辑 然后包括现在定专辑的方向 或者是在确定合作的方向 但是说起两人的默契 那可真是让人羡慕呢 毕竟两人可是出了名的好兄弟 两人还不止在真人秀中话多 在私底下的欢喜也是很好 还喜欢在平日里发各自的搞笑视频 嘲笑彼此 杨迪还爆料称 两人曾聊天聊到半夜三点 才依依不舍的去睡觉 之后两人聊天太过频繁 还被要求在节目中打电话给周深 期间还被要求让周深 模仿腾格尔老师唱歌 唯一遗憾的 就是青春环游记中少了周深 看不到两人的相爱相杀了 最后你get到周深和杨迪的双胞胎友谊了吗 好期待奔跑白双胞胎合体的名场面 在青春有黑眼底有霜 一杯进故乡 一杯进远方 守着我的善良 随着我成长 于是随意不回头的 逆风飞翔 好花不常开 好劲不常在 第八期的游戏 难度进行了升级 比起第七期要难很多 第一个游戏就是难度升级版 桌式足球 小型的足球场两边 各有一个被绑在木板上的人 木板连着一套操作机构 这套操作机构需要两个人合力完成操作 不仅要让木板旋转 还要让木板左右移动 以此来提到小型足球场上的足球 看到这个游戏 真为绑在木板上的嘉宾捏一把汗呢 因为会很晕 如果体质不好 甚至可能是晕倒或是吐 从这个游戏也能看出嘉宾是真的拼 而这种拼也会带来很好的节目效果 第二个游戏是难度升级版猜词语 节目组准备了很多图案 嘉宾在看到词语之后 要选择几个图案来表达自己所看到的词语 而负责猜的嘉宾要根据那些图案猜出词语 为了更有难度 猜的嘉宾要站在一块悬空的木板上猜 猜错了木板会缩短 而木板下面是纸压板 一旦有嘉宾多次猜错 就会从木板上掉下来 那酸爽想想都刺激 第三个游戏是难度升级版旋转木桩 旋转木桩 木桩越多 难度越大 节目组准备的木桩不仅上下两层 还有八个木桩 参与的嘉宾不仅要过木桩 手里还要拿着一个玻璃盆 盆里还有水 可以看到很多嘉宾被旋转木桩弄倒了 有的还浇了一身的水 总之这个游戏很难 难道嘉宾很想让节目组也体验一把 于是姚导演被迫参与其中 也玩了一把旋转木桩 更有意思的是 应该不止姚导演一个人被迫参与 其他工作人员应该也会被迫参与 毕竟预告视频中说的是先姚导演吧 老柯把兄弟游戏结束之后 当然是拍影视剧了 预告视频最后 所有嘉宾在一起拍摄 老柯把兄弟 按照了baby成了李旦的装发 李晨拿着喇叭 白鹿拿着摄像机 金晋扬迪拿着话筒 杀翼拿着打光灯 金晋坐在中间 李旦周深坐在两边 总的来说 第八期游戏难度升级 会更加好看 节目组成员参与其中会更加有趣 金晋还能继续逗蔡石坤 会继续好笑 很期待第八期的播出